坦白講 今天台灣走到這個地步 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選擇 那是真糟糕 草包跟菜包 我覺得柯文哲 已經被我們台灣社會主流民意丟包了 昨天罵蘇貞常有過不要人這樣子 蘇貞回應說他不在意這些政治的語言 我跟你講喔 不然他在講什麼 他在講我就問候他那個保安公的事 如果美國開國的總統 華盛頓 總統 他一旦就算 他也不就算多少次 我也尊受這個民主的大道理 我也覺得代職參選 特別是我們才選上四張 我發現喔 我們其實這樣還是 多多少少還會被干擾到一點 我猜那個韓國瑜在高原一定更糟糕 坦白講喔 今天台灣走到這個地步 只有草包跟菜包可以選擇 那是真糟糕 草包跟菜包 我覺得喔 柯文哲 已經被我們台灣社會主流民意丟包了 這種典型的被丟包症候群 就是那種深公怨妇 不堪寂寞 然後就出來亂發洩 就是這樣子啊 最近他的一個表現看得出來 他已經使大招了 那這種狀況之下呢 就是偏偏罵兩邊嘛 看能不能罵出票員來 憑控謾罵不是根據這個事實 或是相關的市政國政 光這樣子的一個謾罵的方式 我覺得原來他的選民 恐怕也要考慮要不要支持他了 原本說有人類的敬老禮 已經是八百塊的禮券 所以我新年卻突然變成五百塊而已 這我不曉得了 要恐怕照民政局回答 有確定嗎 還沒有 還沒有吧 好不容易活到一百歲 歡歡喜喜 你台北市政府 對他們一個起碼的尊重 你八百塊都已經不算多了 你現在還要從八百塊 然後把它扣到剩變五百塊 我覺得如果是這樣子的話 倒不如不要給 每次呢 往往都是省小錢 然後花大錢 最近呢 為了他自己的選舉 然後利用我們台北市政府的 這些所有的資源 人力等等 花了盒子多少個 八百塊 我們可以看得到就是說 你未來對於自己的子民 你能夠有多大的一個關懷跟照顧